我的生活节奏就是周一到周五在工作室 然后周六周日再然后回家 回家陪家人 我家的周围是农村 然后我特别喜欢骑着自行车 带着家人然后去农村去逛市场 我觉得就是街道上的很多大叔大妈们 摆着很多地摊 我就觉得特别有生活气息 创作思路就是我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 我的导师给我的一个课题 就是让我研究余光去绘画 我们一般绘画就是聚焦去观看 这个被描绘的对象 那么余光呢 就是看着这个物体的一边 然后去余光去扫描这个被描绘的对象 余光呢可能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模糊的 是看不清的 但如果认真去看的话 它其实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变化 比如说断层 虫映 光斑 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幻觉 那么就是通过这些变化 去探索绘画语言 AI的出现 对今天的艺术有很大的冲击 我觉得今天的艺术家应该 不断地去推进自己的绘画语言 不能做重复的工作 其实AI和人的作品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因为人有人味 人会犯错误 这些错误呢 反而会生动 会给未来带来可能性 因为人工智能 它不会犯错误 对于非常年轻的艺术家来说 我觉得应该去做大量的刻意练习 去多读书 多尝试 多实验 多去感受 也可以做一些减法 把自己不感兴趣的把它减掉 一定会有特别简单的阶段的 比如说家庭方面的 生活方面的 工作方面的 感情方面的 我的办法就是多看一些书 其中有一本书 我觉得特别重要 对我来说 就叫《次第花开》 因为里边有一句话 我估计会影响我一辈子的 这句话就是说 享受每一分钟淡淡的快乐 这次展览体材方面 有了一些变化 以前画的都是经典的历史名画 这次展览 一部分是经典历史名画 然后还有一部分 就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也比较轻松的 一些动物 植物 花卉 或者是树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 养动物 植物 包括也喜欢种一些树 技法方面 和以前的展览 也有很多的不同 这次我做了很大的减法 一开始研究余光的时候 探索出了挺多的绘画的手法 这次就把它省略到了很多 就剩下了序列 绘画语言应该和这个时代相关 是这个时代塑造了这个绘画语言 如果绘画语言和这个时代不相关 我觉得就没有意义 我看着你 然后我看着我们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